不可能三比零 因为这个大头和那个赵大成好像是三比零 你先抓紧看一下那柄 赢了是吧 拿下了那就行 听说这两个哥们好像上一次交手还是十年前 大头属于青春期 赵大成还是小孩的时候 他们好像交过一次手 对不对 好OK朋友们 今天晚上大家想让小孙在直播间为大家解决哪些难题 包括咱们刚刚在看球的球友 你从这个比赛当中你发现了什么 比方说你觉得你看不懂的地方 或者说你觉得值得思考的地方 或者你觉得好像 对你自己可能说或许或多会有帮助的地方 大家你们觉得是有哪些 或者都可以跟我们去说 怎么去打左手 怎么去打左手其实很简单 打左手呢 我的心得 我又告诉大家 其实跟打直拍的对手方式方法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朋友们 打左手的时候 大家要记着 其实和打直拍有一个共同且非常有效的战术 叫调正压反 调正手压反手 包括大家你们有没有发现 这个左手的对手啊 经常给你发的一个球 包括你有时候你去打左手的时候 经常会有一个球特别好用 是什么呢 就是发我 比方说我现在左手 发我正手小三角 我现在这么可能 这个左手啪过来一撩 然后呢 你又压了我一把直线 对吧 其实这个战术就是叫什么 调正压反 其实包括对于这个直拍 单面弓的球友 对手 比方说我现在去模拟直拍单面弓 那对手你可以怎么接会更好呢 对吧 主动敢于去批对手的正手 调正压反 所以说这个打左手的时候 我这个最大的心得 其实我觉得跟打直板的 这个方式方法比较接近 就是叫调正压反 通过牵制对手的正手位 来压回他的反手 从而达到一个更好调动的效果 所以说咱不用想太多 球们 你一个调正压反 如果说你能在比赛 已经基本上快用到炉火纯青了 朋友们 你基本上就拿下了 你不用去想太多 真的就是这样 这个战术特别有效 对 左手打右手也一样的 他都是运用这个战术 好不好朋友们 今天晚上我看看 刚刚大家问出的问题啊 这个会被顶到 掌握不好这个前后的距离 其实呢朋友们 咱们很多球友 我觉得这个 有的时候前后的这种空间感啊 包括这种前后的距离 其实很多球 他经常跟我说 他打球被顶到 不只有一个球跟我说 其实我包括自己的 有几个学生 包括带到的几个成人的学员 包括还有一些小孩 他们在打了球之后 他们的还原是怎么还原 我学一下 比方说正手连续两板上学 我学一下是这样的 他是连续这样的发力 大家你们看看 这个问题是什么 连续做了两板发力 大家你们觉得 我现在这两板 有没有什么问题 比方说你按照正常 比赛的速度 比赛的速度 朋友们问题在哪啊 咱们很多球全这么干 连续拉的时候 全是这样的 对啊 你不可能压反手 弄掉正手 很多球拉手太大 大家可能看到的是 拉手太大 但是我相信大家 你们在比打球的时候 你们避免不了 拉手太大的问题 你知道是拉手太大 你比赛避免不了 为什么避免不了 因为大家要知道 你的拉手是什么过程 你拉手拉得大 是因为你的还原的时候 你的引拍的时候 是一个手上动作 加速还原 手上动作用力回来的过程 所以说你回来的时候 是个加速 回来的时候 你的胳膊在使劲 所以说你就特别容易 去拉大手 第一个没啥 第二个 你越想加速回来 越容易控制不住 自己的引拍 所以说第二个 你特别容易被顶住 这个就是很多球 你的连续性不好的 一个原因 那其实真正我们 需要还原的是什么 其实更需要还原的 是我们的脚步 是我们的重心 而并非是手上的 一个加速 所以说加速还原 没有错 只不过我们要把这种加速 给加到哪里 我们要把这种加速 去加到脚底下 加到腿上 加到脚上 而并非是加到哪里 并非是把这种还原 加到我们的上肢上面 因为上肢在还原的时候 需要做到的是放松 而并非是加力或者加速 那你手上想要放松 你必然你的手在引拍的时候 就不能太过多去使劲 那你又要保证还原的快 那靠的是什么 靠的是脚下的还原 比方说我近距离 给你们做一个 大家你们可能就看懂了 来我从这个角度 给大家去做一个 大家你们看看 这个错误的引拍 和正确的引拍 同样都是为了加速的还原 大家这个问题啊 你们从这个背面看 或许真的会看得更清楚 好不好 我从这里给你们弄几个 大家你们可以去看一眼 从这里错误的 大家看脚底下基本是不动 腿上可能有扭动 腰可能有转动 肩膀可能有转动 反正就是脚不动 上半身使劲 你看 是不是站在原地 拼命的靠手上的加速还原 去做到连续啊 那你看看正确的是什么 来 再来两个 你们看看我的脚底下 朋友们 我的脚底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是持续在颠着 持续在动着 我是用脚怎么样 擦擦 加速还原 大家是用什么 手上 加速还原 所以说你看看脚和手的速度 如果手想加速还原 整个上肢拼命的拉回来 是这个速度 你在对比于我的脚底下 你再对比于我的脚底下 哪个快 你看看我的脚 哪个快 脚比手快多了吧 对不对 所以说下一板球 难点是难在什么 这种连续性 难是难在脚下的还原 难是难在能否让你的脚 保持不停的去保持移动 球没来的时候 我们有脚下的还原启动 球来的时候 再能够做出快速的移动 这是我们脚下需要干的事 但是很多球打球的还原 就是他脚底下不使劲 他手会怎么样呢 手拼命地拉过来拉过去 拉过来拉过去 所以说每一板球 你会借助于每次挥趴和还原的惯性 手上的动作就会容易越拉越大 越来越使劲 也越来越费力 以至于在可能连续发力 包括很多球连续拉 拉了五个六个之后 你会发现你的重心越来越不稳 导致脚部的失位 越来越退台 越来越来不及 所以说你会发现 有的时候你连续拉个 可能五个六个以后 就基本上退台退得远了 或者说就特别容易失误了 你感觉脚底下有点站不稳了 是不是这个问题 试得给小孙抠个一 人家连续拉 当当 可能二十个三十个都能保持的一样 大家什么 一二三四五六 脚底下越来越站不稳 越来越往后倒 越来越往后退 越来越感觉来不及 但是你其实是在干嘛 越来越使劲 所以说就形成了一个恶性的循环 你连续不下去了 这就完蛋了 这个就是很多球出现的问题 讲到了你的痛点 对不对 这个就是叶玉球的痛点 我觉得这个是很关键很关键的 希望大家能够明白和理解 好不好 刚刚是讲了一下这个脚步的还原的问题 今天的朋友们 我主要正好借助于这个脚步 我想给大家去分享 大家有的时候 咱们从搓球 再去衔接到拉球的时候 很多球搓中起板 找机会拉球 这个过程 大家容易出现的问题 我想问问大家 比方说 我现在和我的搭档去对搓 大家看看你们有没有出现 类似于这个问题 来 或者来 再来 也就是大家在搓的过程当中 人家只要给了你的长球 只要你发现能去起板 往往都特别容易来不及 脚底下是完全跟不上的 有没有这个问题 有的带不上打个有字 对吧 很多球都这样 来 再模仿 学一下 大家看 好像你判断的依然很仔细 眼睛也在盯球 但是你总会感觉自己的反应 就像慢了板盘一样 这个问题很多球都有吧 那所以说 今天就给大家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从搓球再到拉球 大家首先 你为什么来不及 因为大家你们在把搓球过程当中 搓球以后 对于下一板球的判断 和脚下的还原 分了一个先后顺序 且这种先后顺序 大家是叫什么呢 先判断再还原 这就是很多球的问题 因为其实很多朋友 他缺少的是一个还原的意识 他可能对于脚下的移动 他只有叫找位意识 球在哪里了 脚要去动脚 但是呢 他的这个动脚 只是叫直接去找向下一板 但是对于上一板的还原 他没有 所以说大家就想有一种什么问题呢 边搓 眼睛边盯球 这个没问题 但是大家去看 你在盯球的时候是怎么样 比方说搓球 我脚步要上进去 来咱俩连续 大家是什么 我就在里边待着 搓了我看看球 搓了我看看球 一看长的了 想直接一口气下来 所以说你来不及 所以说你叫什么呢 先判断 再想把你搓球的还原 再到下一板拉球的调整 这两个步伐一起做到 你就是非常非常困难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 那我去做一个 我可以来得及的方法 来大家看一下我 大家你们看一下我 现在我来得及吧 现在我来得及吧 朋友们 为什么来得及 大家你们去看看 就是我同样也是搓完了之后去判断 但是我的判断和我的还原 它是基本是要同时做 甚至我要把我的还原 当成我搓了一板球之后 首先要干的第一件事 因为搓球后的还原 是你搓球的问题 下一板的移动是下一板的问题 所以说你这两个它不能混为一谈 你不能把还原和移动 一口气做到 它是一个分开的步骤 所以说你先要在搓球当中 把你的还原做好 还原是脚的事 判断是眼的事 你的脚和你的眼睛 他们也不打架 你的眼睛和你的脚 他们这些眼不打架 我们在还原脚的时候 你眼睛也不会去影响判断 这叫什么 边还原着边判断 所以说大家你们看看 我盯得住 是不是就是因为 我边还原着边判断 是什么做的吧 边还原判断 还原判断 还原判断 我为什么拉球能够来得及 因为我每一板球 都搓完了球之后 都有还原 那我现在判断到了 球长了 能够让我去骑板 我需要做出的步法 就一个步骤 就是叫直接找位去拉 但是如果大家没有这个还原 你在搓球的时候 脚在里边待着 球来了之后 你又得把上一板搓球的还原 脚从台子里边出来 出来还不行 还得再去根据这个球的左右位置 再去做调整 哪有这么多的时间给你去调整 明白了吗 朋友们 所以说大家就是浪费了一些有效的时间 我们要做的就是抓住这些 大家有的时候浪费的这些时间 把你在判断的时候 把你角速好还原 而不是说我先判断好球 球来了 我直接去移动 你移动不了 本身大家移动就偏慢 你还要把上一板搓球还原的移动 再加上下一板找位的移动 你还要同时做好 你马龙来了都做不到 所以说大家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 你从搓球再到拉球 你的每一板的搓球 先要养成什么叫搓球 搓完了 还原好了 它就叫搓完了 来咱们比方说就一个搓球 这我叫搓完了 朋友们 还原完了 这叫搓完了 但是很多球的搓完是指的什么 只要它的动作做完了 它觉得这个搓球 它就完成任务了 对不对 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 很多情况下都有 比方说我拉一板下旋 对手防过来 我再去跟一板 那这种时候大家问题也是一样 大家是什么 拉完球之后 先站那里原地看 你看看 等人家球发过来了 再去还原 再去移动 你肯定觉得来不及 是不是觉得很被动 那我需要做的是什么 你看咱就一板 你看我拉完球是什么呀 大家看我的脚底下 大家看我的脚底下 再来 我是不是只要拉完球 就像一个弹簧一样 一去一回 我要顺势把这个还原去做好 那这个还原做好的时候 就相当于我把这板球就拉完了 既要拉出去 还要还原的回来 这叫拉完了 那这样去拉完了之后 我们才能够具备 对于下一板的来球 再去做出连续和调整 要不然你还是卡克 所以说大家有时候来不及啊 大家应该也能听明白了 不是你反应慢 也不是你脚步慢 别人快 是因为人家提前做好了还原 建了球之后 只需要做出移动 找位置 这一件事 大家为什么觉得来不及 因为你们没有去做好还原 所以说球来了之后 你需要同时做到还原和移动 两件事 所以说大家来不及 不是说你们慢 能够理解的弹幕上666扣一波 所以说你想能够减少下一板拉球的这种脚下的移动的难度 那你就要把下一板的上一板球的还原去做好 明白了吗 包括我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还原 我还有一个细节 脚下的还原 我告诉大家 尽量不要怎么样呢 特别是搓球再到拉球 尽量不要一步完成 为什么说不要一步完成呢 大家看看啊 我做出两个不同的区别 第一个是一步完成的 朋友们 来你有没有感觉 我现在脚很乱 你再看看我把还原 也就是脚从台子里边出来的这个过程 我把它分成了可能两步 来大家看看 来包括第二板长短斗形连续 我的脚底下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每一次出来 大家都是两步 我并不是说凑完了 一口气把我脚迈回来 我为什么去这么做 朋友们 大家你们知道吗 知道的口个一 不知道口个二 我趁着空喘口气 我太累了 朋友们 大家你们知道的口个一 不知道口个二 为什么这种还原 我要 大家说了 为什么用到小碎部还原 为什么运用到这种垫部的形式还原 那并非为什么不能快速的一口气抓紧还原好呢 那也太累了 确实 朋友们 这个就是说到点上了 是启动 所以说大家要知道啊 还原这个过程 既是上一版的结束 又是下一版的开始 所以说大家你们心里想想 搓完球我找机会去拉 拉球的这一版脚下可能要做出一些移动 那怎么样才能做出移动 那移动的前提是先要有快速且积极的启动 对不对 那所以说我们就要把这个还原给利用好 这个还原的过程 既是上一版的最后一步 也是下一版拉球的第一步 既是还原又是启动 所以说这个还原啊 它就是一个乘上起下的作用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看 我错了球 如果说我只是一步 脚赶紧迈回来 为什么觉得我的脚底下跟卡顿一样 包括你第二版 凑我个长的 为什么感觉还是慢 因为你的脚是快速回来了 但是你一步回来了之后呢 你的脚是处在什么状态 静止的状态 所以说你这就叫形式上面的还原 为了还原而还原 我们要的是什么 为了启动而还原 所以说那启动 什么叫启动 大家自己想想 四乘一百米接力赛跑 接棒的那个人都是提前的预跑 包括那个奥运会打第几 那个直拍叫啥来 勒布伦 那个四眼 他这个接发球 你看他接发球 现在在地上那么颠个几下 都有颠的几下 只是幅度大小 他颠的最狠 为什么要颠这几步 那为什么他不是跳一步呢 为什么他要哒哒哒哒 要颠个好几步 包括那个一腾美成也是 哒哒哒 那个脚底下跟个发动机一样 就是你打着火 都是噻噻噻噻噻 啪 着火了 那你启动也是 它不是一口气启动 它是持续型的启动 那所以说我如果还原的时候 用这种一大步 我容易怎么样呢 我启动不起来 我还原是还原了 但是没有做到启动 那如果说我用这种两步 这种碎步 或者这种垫步的形式 去还原呢 既能够达到脚下的还原 又能够达到下一板的启动 明白了吗 这就叫为了启动而去做的还原 所以说那就是看你还原的这个过程 你的脚下是运用了什么样的步法 是一口气的还原 还是循序渐进垫步的还原 这是第一点 是为了更好的启动 第二点 但是你们别忘了 下一板球如果对手 它不是给我们搓长的 万一对手给我们回过来的是一个短球 我们没法拉 我搓完 我还原 我还要上去接着搓 那我的脚下 大家想想 很多球都怕白忙活 你什么情况下白忙活呢 这种是白忙活 你脚一口就全回来了 又上去 这是白忙活 那我的脚是怎么出来的 我第一步出到哪里 出到这儿 第二步再怎么样 全出来 那所以说可能通过我的判断 当我的脚可能刚出来一点的时候 就发现了这个球是怎么样 它是短的 它不是长的 我可能要上去搓 上去挑 那我的脚是不是就可以直接再进去了 是不是既不会影响咱们出来的过程 又方便了下一板 万一是短球 我们重新再进去 是不是这两点 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 你看看 凡人的东西也好 他们每一位高水平运动员 他的脚下的还原 从不是一个步伐 他都是两到三个碎步的组成 就是这样 既是为了弥补这一板判断的失误 也是为了更加准确的找位 也是为了启动 也是为了万一是短的 我再方便重新进去 明白了吗 所以说你还原要知道 还原用什么步伐 更要知道 能够理解的弹幕上666扣一波 我一头看 让我穿口气 太累了 上气不接下气 朋友们 真的是这样 上气不接下气 快传不上来了 已经快 好不好 然后现在我也能不能麻烦大家一件事 咱们直播间在座的球友 如果您觉得小村讲的不错 能不能麻烦你们 咱左上角给小村去点个关注 新来的球友 如果还能方便帮小村赠送一个粉丝团灯牌 如果大家既点了关注 包括有了灯牌的老粉 帮小村点击点击屏幕点点赞 因为每天晚上这个平台 还是对于一些点赞量啊 粉丝灯牌量 关注量是有一个考核 我觉得我给大家分享 这些干货和技术 帮助大家 大家也给小村帮帮忙 好不好 小小们 辛苦大家 帮小村点点关注 上个粉丝灯牌 顺便顺手点点赞 行吧 那我现在这个继续讲课 这么累 怎么打球 那你就躺床上打就行 然后呢 轮椅也有卖的 主的拐杖也有卖的 都有卖的 你可以有一万种不累的方法 对不对 你怎么想打是你的事 但是我要做教学 就要做出最准确的教学 不是做出最轻松的教学 好不好 来继续讲课 那我现在去讲下一个问题 大家再去搓球 再到拉球 这个衔接 很多球友 你有没有发现 自己在还原的时候 大家的手上 有一个什么问题 来大家看看啊 我 你搓一个 你再回摆我一个 朋友们 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有什么 为什么人家给我个短的 我又上不去了 朋友们 为什么人家给我个短的 我上不去 我感觉来不及呢 包括第二把 你凑我个半高来 半高 往高了 凑了 为什么又打漏了 朋友们 对了 他不是退大了 退大不要紧 手大才要命 明白吗 刚刚这个问题在于哪 朋友们 咱搓了球还原 大家你们看我的手是什么感觉 大家看我的手上 既是一个顺势的还原 跟着脚部和身体中心还原 它同时又是一个放松 它是一个放松的过程 大家千万不要有这种感觉 大家不要去摆这个姿势 它不是刻意形成的 它是放松 自然的还原 而并非是刻意的摆放了一个准备的动作 明白吗 为什么不要大家去刻意摆这个动作 因为大家知道 咱搓完了手放松的前提下 通过判断 下一板再反手 再正手 再正手短 还是反手短 我们的手上才能从放松的状态下 做出迅速的调节 如果手都紧了 手都僵了 那你的调节可能这样 浑身僵硬 反应迟钝 是不是 还有一个问题 刚刚是什么 刚刚就说手太低了 手太低 大家你们要记得还原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搓完球还原 你的手上一定尽量这个高度 是稍高于台面 你不能去低于台面 你的拍子如果低于台面 如果对手是个短球 来大家看看 我为什么来不及 如果说我手低于台面 它是个短的 我的手要重新从台子拿上去 再下去 要重新拿上来 这个拿上来的过程 就是你来不及的原因 因为你不可能在低于台面的时候 直接上去搓 除非你手不想要了 拍子不要了 对不对 如果说我们想还要这个拍子 不想磕手 你的手一定会怎么样 来就像这样 得拿到台面之上 这个就来不及 怎么才能来得及 来大家看看 这就来得及 我手的高度 本身就在台面以上 在这种情况下 我对于短球 我才能怎么样呢 直接上去 咱们很多球 对于短球 为什么跟不住 因为你是间接上去 来咱们按照正常 我搓一个你回摆 大家看好 这叫直接上去 你看我的手 有低于台面吗 没有低于台面 我才好直接上 对不对 那如果说我低于台面了呢 这就叫什么 间接的上步 你间接的上就来不及 你直接上它又来得及 不是你脚退得太远了 明白吗 所以说一个是要注重 你引盘还原放松的问题 第二个要注意 你引盘还原的时候 你得引盘高度的问题 还原时候 球上高度 第三个还要注意什么 你手上还原的这个顺序 这个顺序 这是跟着脚回来的 手是跟着我们的脚回来的 并非是手 比脚提前回来的 大家看看正确的还原 大家看我手上 是跟着脚回来 跟着身体回来 脚回多少 身体回多少 手就跟着回多少 手是跟随于身体 但是大家有用于怎么样呢 那个脚还在里边没出来呢 你的手老早就出来了 是手先出 脚后动 这就来不及 明白吗 朋友们 所以说我们要的是 脚出来 手呢 跟着脚就行 而不是说 手先出来 脚还在里边 其实就这仨问题 你们的手上 引盘就这仨问题 多一个都没有 一个是不够放松 僵硬 一个是手容易低于台面 第三个 你的容易手回来的 还原的 先后顺序 是手快 脚慢 而不是说 脚快 手跟随于脚 这个就是原因 能够理解的 继续弹幕上666 互动一下 明白了吗 朋友们 对手在前 脚在后 所以说要出来 也是脚出来的多 不可能说你手 比脚出来的还要多 不可能是手多 只有可能是脚多 理解这个意思了吧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 特别重要的点 你能不能把你的手脚 配合去运用好 所以说手脚配合 不只是单纯在 发力的那一下 其实很多情况下 在于还原的时候 还原手脚配合得好 你的下一板的衔接 它就会好 所以说衔接 衔接 是在于衔接的这个过程 而不是这项单向的拉 或者单向的搓球 和这个技术本身无关 和衔接有关 什么叫放球后的还原 没太理解 您说的意思 好不好 就这意思 好吧 那我觉得刚刚这就是 前半段给大家讲的内容 那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讲什么呢 很多时候会问 小孙 我发球抢攻的时候 我 叫怎么还原啊 有的时候大家在发球抢攻 出现什么问题 如果发球 我侧对于球台 我为了保证非常充分的 转腰转体的发力 那我容易发了球怎么样呢 来不及身体的回正 脚还没倒腾过来的 球先来了 有的时候可能为了啊 我直接稍微正对于球台一点去发 这样能够方便一点 但是又感觉用不上身体的劲 你发 你看 你发出去的球没有质量 人家接你接的 你又很难受 那我先问问大家 大家有没有这个问题 你要想发球质量 那就还原不够快 你想要发球的还原 快方便 那你发球质量又不够 难不难受 老多吧朋友们 这个问题应该很多吧 我觉得这个很正常 好不好 这就是接下来 我要给大家去分享的这个点 然后呢 这样 然后今天呢 我也给大家去说一下 任何业余球友 大家你们平常练球 大家记住 比赛是把你学会的单向的技术 比方说发球 比方说搓球 比方说拉球 它是作为一个组合 通过判断和脚步 把这些你的 这些单向的技术 搓 拉打 去组合起来 那这些组合 一是靠眼 二是靠脚 然后呢 今天是我们本 这段时间以来 给大家上的这个福利品 病骨带 呼吸的 最后一次 活动已经结束 已经没有 我先给你们介绍一下 你们有需要的 这个病骨带 我们已经基本上又卖光了 下一批到货 应该是在10月1号左右 好吧 你们有需要来简单说一下 这个病骨带 我非常推荐于业余球友 为什么 因为大家要知道 任何的运动 都要有腿部的移动 你腿部的移动 包括重心的调整 对于损伤压力最大的 就是膝盖 如果说肩膀疼 腰疼 手腕疼 这是因为错误的发力方式 和其他的无关 你只要有合理的发力 你这些地方不会疼的 除非你打的训练量 有点过头了 但是膝盖这个东西 我们再怎么保护 打得再对 再正确 你永远都没有办法保护好 所以说 大家你们打球 你看无论张继科 王属兴 他们都会有一个病骨带 去佩戴着 特别是对于咱们很多球友 你年龄大了 然后再加上 您的肌肉 没有像可能十几年前 二十年前 这么有劲 支撑力这么好 再加上您可能原先 没有太好的运动基础 和专业的训练保障 所以说这款病骨带 给大家介绍一下 咱们国货友谊 729品牌 双层加压式病骨带 那这款病骨带 大家看到了 有别于普通市面上 大家卖到这种单根的 这种有什么不好之处 如果说你勒的地方不对 如果说你佩戴上去 它出现打滑 或者说松弛 或者说它的粘合度不高 你就很容易出现 这个东西在你腿上 就纯是个装饰品 根本起不到保护的作用 再结合于用料不好 它可能会勒得 你那个软骨的位置 会特别的难受 你感觉好像是支撑 其实很难受 对你膝盖反而不好 那这种病骨带 给大家去看一下 双层加压 方便于大家的穿戴 再加上能够更好地 在膝盖的上下两步 做出更好的固定和支撑 这样的话 我们大家在发力的时候 重心下压 能够支撑的住劲 发力 蹬转和脚下的移动 它能有一个辅助的支撑力 其实你看 膝盖怎么伤呢 它就是无缘无故 有的时候哪怕下个楼梯 腿没撑住 一不小心 一二 这就是大家膝盖 就这么伤 腿一下子发软 膝盖一软 放心 你在床上半年起不来 真的就是这样 我的很多队友 包括当时都已经要进国家队了 因为这个膝盖的问题 被迫退一 很可惜 但是对于咱们夜宇修来说 更多的是要保护健康 我们打球是锻炼身心 娱乐 快乐 健康 但是不能给自己造成这种损伤 既损失了快乐 又损失健康 何必呢 有需要的来 给大家看一看 这个并骨袋 非常适合咱们广大业余求友 男女同款 松紧可调 大小可调 反正你们有需要的 这款并骨袋 咱们国货友谊729品牌 当时是全运会的并骨袋 给大家看一看 包括也是第二届清运会的并骨袋 清运会当时是盲楚清第一 那个卫视号第二 我当时在现场 这个并骨袋 反正你们有需要的 这个人在某宝官方企业内是99块钱一个 我觉得这个档次已经非常高了 档次已经很高了 他对于你的膝盖的保护支撑已经非常好了 你们有需要的 今天最后一天 一共33单 我数的清清楚楚 多一个不多少 一个不少 33单 有七天无理由 有运费险 你们有需要的 今天拍下 明天发货 什么活动呢 99一个 咱们直播间改价88块钱 买一 送一 88 到手一对 也就是你在官网上买99一个 咱们直播间全网全平台 独享的福利价88 买一 赠一 到手一对 你们有需要的 我觉得膝盖是两个 你能够得到更好的保护 如果你只想带一个 你有一个唤喜 有一个支撑 你有多余一个备用 你就算你去送人 也是好 多还一个人情 对不对 有需要的给大家改价 88 买一 送一 一共30单 10月1号之前 这个病骨带没货了 已经没货了 如果在本月 大家想去购买这个病骨带的 请抓住今晚的这个机会 今天晚上没拍到 不好意思 你就等吧 你就等吧 朋友们 你放开等就行 这个病骨带 有的时候我都很惆怅 为什么很惆怅 我很想卖 每次卖的也都挺好 就是动不动 老没货 好不好 来 并且大家你们放心 该不用担心正品问题 都有这个 该查验真伪 查验真伪 今天拍明天发货 朋友们 如果大小不合适 你带都不会带 你直接退回来 如果到手不喜欢 怎么办 退回来 有七天无理 有运用飞险 你有什么好怕的 你如果喜欢 觉得确实很好 留下 这个在我们直播间 这一年内 已经卖了一万多个 好评率是综合好评率 98点多以上 近30天好评率 是百分之百 有需要的 抓紧时间拍 好不好 你们有需要的 明天就给大家发货 把所有的库存 直接拉满就行了 好不好 有100多的 等晚点 你把库存拉满 咱们两个继续开始讲课 好不好 大家你们有需要拍的 让他自己拍就行了 我就不再过多的去说了 现在已经15单已经没有了 一共33单 明天爆油发货 官网99一个 咱们直播间88买一送一 你不要去想了 网上我看有人跟我们做活动 19块9俩 29块9俩 朋友们 成本三四块钱一个的东西 我又不是不了解这些内幕 找我去合作 找我去带货的这种厂家 多的去了 告诉我三四块钱一个 我说三四块钱一个 你能保护好大家的腿吗 他就不回花了 你能做到质量的保障吗 他说满足七天没问题 是 那七天无理由 你八天有问题 他说满足七天没问题 那些厂家告诉我 对啊 七天无理由 你到八天有问题 来这夜宇宇宇找谁去 是不是 我觉得这就是坑蒙拐骗 朋友们 咱们这个专业国货 有1729大品牌 国字号大品牌 需要的 买专业的 买好的 咱们要划算 99一个 咱们只不见 88两个 相当于每一个 是打了四折的活动 还包邮 还有运飞险 你有什么好担心 好吧 需要的你们自己拍吧 我就不再多说了 10月1之前 最后一次 最后一批 你们今天能拍就拍 一共33单 拍完之后 每天发货 10月1之前 这个并古代 已经没货了 你就算回货 那个给这个老粉也说一下 回购的话也没货 那回购的话 也是没有货 因为就这些了 好不好 要等到10月1 10月1之后 官方会给我下一次 这个并古代 买过非常好 是吧 放心 你们放心 你看看销量都卖了多少了 明天发吗 那当然了 说明天发一定明天发 绝对不给大家拖拖拉拉的 确实不错 OK 来 反正你们需要的自己拍吧 我现在继续讲课了 现在我给大家讲一讲 发球之后的还原 那个镜头可能再往后点 好不好 再给大家讲一讲 发球后的还原 穿习惯了 那个乒乓球鞋 昨天被我踩水坑里了 现在还没干 现在又换上了以前的 小运动鞋 感觉真难受 来 朋友们 我现在开始继续讲课了 好吧 现在给大家讲一讲 就是发球之后 我们怎么去做出 更好的还原 很多球发球 我告诉大家 为什么你觉得 只要我现在想充分地 测对于球台站位 想充分地把我身体的 腿 腰 这种转体 转换的幅度增加 增加身体的力 你为什么就会觉得来不及呢 因为大家分这两种情况 因为大家你们觉得 幅度大是这样发的 我给你们学一学 大家是怎么做 你是一步给它转过来 明白吗 还有一种情况 它感觉它使不上劲 是怎么使不上劲 来大家看看 这个脚底下 大家看这个脚底下 它就像淌一滩浑水一样 这个脚直接淌过来了 这样为什么没有质量 因为你没有那种 瞬间的集中 你直接脚匀速地过来 所以说你发不上力 那我想告诉大家一点 包括第三种 很多球最方便的 两脚随便稍微一倾斜 直接正对着台面去发 这样发球 你就差直接告诉对手 你发什么旋转了 没有任何的隐蔽性 你自然同样也运不上身体的力量 为什么 你身体怎么用 已经正对于球台了 要么你往下蹲 一扎扎半高 要么你去转腰一发发 隔壁台子上去 你都没法发 你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对吧 那所以说朋友们 必须要充分地测对于球台 但是怎么测对于球台 发还能够既保证质量 还能够保证还原呢 大家我教给你们 你们要把从侧 对于球台的这种状态 还原到正对于球台的 这个状态 大家要学会分两步完成 大家总想着分一步 想一步到位 不可能要分两步 这两步分别是什么过程 第一个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过程 叫利用转体转换的惯性 你就把它分成这两步 第一步叫惯性 什么意思 大家看 我现在让我一个 很舒服的感觉是什么 既不影响往左腿重心的下压 集中 我的右腿 大家看一看 我现在很自然的 我可能就想发力一个 你看我右腿现在 是不是有一个 很自然的惯性 既保障了我这一步 我发力的集中 但是通过这个惯性 我的右腿是怎么办 你看 它感觉被带回来了一半 明白了吗 朋友们 但如果说你看看 完全我右腿站着不动的 你会觉得你腰肯定变得难受 为什么难受 右腿变在那 怎么样舒服 你右腿过来点就不舒服 你右腿过来点就舒服了 看到了吗 但是你看看我过来的这一下 是一口气全过来了吗 大家看我做完了 你看我站这里 这只是什么 还原了一半而已 剩下的一半靠什么 靠的是两脚的原地小跳 你也可以理解为 就是一个靠脚下的垫步 就当成一个脚下的垫步 这个垫步 来我给你们做一个 大家看看我的脚底下 这就叫垫步 这个垫步既是什么来着 刚刚小村其实今天讲了 既是发球的还原 又是发球之后 对于下一板抢攻的启动 所以说我们要运用到 这么一个垫步 看到了吗 所以说你看一个叫惯性 一个叫垫步的启动 那所以说我这个整体的转换 这个发球的还原 我做的再慢一点 惯性 所以我发脸上了 惯性 垫步 你们就练的时候 就可以一上来先慢一点 先练对 你看 惯性 垫步 你就先这么练 慢一点 惯性 垫步 那所以说发快乐是什么呀 发快乐就是这个呀 任何发球都一样 惯性加垫步还原 也就是惯性加垫步启动 所以说它可以是分成两个过程 你既要借助于发球这个转换 带过来的惯性 又是减少了 也是降低了我们这个发球 整个人回正的这个难度和幅度 所以说既保证了你的发力 又保证了你的还原 又保证了你的启动 既是还原也启动 对 所以说大家你们要更好地去体会 在发球的过程当中 如何把惯性利用好 同时再借助于这个惯性 顺势垫步还原 同时也是垫步启动 所以说来 你去给我接一个 我现在发球抢功 我给大家去做一个 大家你们去看一看 我只要这个做好了 大家你们看我对于下一板抢功的衔接 大家你们看看 是不是整体就比较流畅 我的下一板的抢功 是不是就很有主动性 为什么很有主动性 因为我脚底下还原的快 因为我既保证了发球的质量 又保证了脚下的还原和启动 所以说下一板叫主动的抢功 明白这个意思吗 朋友们 那所以说我们在去发球的时候 大家千万不要有这个样 脚一步蹚过来 人家接的质量 你发不出质量 人家接的质量高 你来不及 你就算一步 这个脚蹚过来了 是正过来 但是你脚底下没有什么 没有启动 那这种没有启动的还原 它就没有任何意义 它只是让你整个人快速的回正 但是没有利用好这个垫步 不是垫步的还原 就是没有任何启动的还原 那你就没有办法达到 乘上启下的这种效果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利用好这个垫步的启动 所以说你看 先惯性再启动 那对于一板 下一板 无论是高调 无论是前冲 哪怕台内去搓球去劈长 你整个人都是很积极主动 这个就叫发球呛弓 明白了吗 顺旋转怎么利用惯性 球呦 我这么给你做一个 你可能就明白了 刚刚示范的是勾手 我是从外转进来 难道你发左侧旋 身体难道不是从侧转正的吗 难道你的身体是从正转侧的吗 朋友 左侧旋和右侧旋是反着 难道你身体也反着 勾手 是吧 从外往里一转 难道你发左侧旋 从里往外一转 你想想现实吗 你就这么琢磨一下 你不就知道 这个问题问的有多 那啥了吧 你自己想想 是不是 它只是 一个是摩擦球外侧 形成的勾手 一个是摩擦球内侧 形成的左侧旋 那怎么 你身体一个是这么转 或者这么转吗 朋友们 这假动作高级 太高级了 真的 我想我如果要在比赛里边 上去给人来了一个 对手 这规计都蒙了 我的裁判都蒙了 裁判规计都忘了翻分了 这是他干嘛呢 感觉用屁股发的力 是不是 所以说没有 和这个没关系 都是一样的 这个表演太经典 是不是都一样 对吧 包括很多时候说 这人家回你正手 人家回你反手呢 这跟你回你正反手 是你下一板的调节 和你上一板 发球的还原 是没有任何关系 好不好 然后呢 我对于还原 我再讲今天 最后一个细节和技巧 来 这个镜头给我回 稍微偏反手一点点 因为我站在 侧身位这里去讲 好不好 来 我从这里 给大家去看一看 就是大家 如果说你们发球 再到抢攻 我想问问大家 你们平常发了球之后 如果对手搓球 搓到了你的反手位 你是擅长于 用反手去搓回去 或者用反手起板 还是说 善于主动 就侧身 用正手去抢攻 用反手的扣个一 侧身用正手的扣个二 也就是你的发球的抢攻 如果对手搓你 侧身反手位 你是平常用反手 去起板去搓 还是用侧身 用正手去起板的 很多球有 大部分很多球 说的是反手 偶尔有小部分 说的是正手 那所以说 既然不管多少 也有很多球 打二的 那我就给大家说说 这两种 涉及到的 不同的还原 如果说 大家你们发了球之后 你想是用 反手位的球 用反手去拉 大家看看 我发了球之后 我的脚下的还原 是什么呀 大家去看一看 该你们看看 我还原了之后 我的脚的站位情况 你看看我的脚底下的站位的情况 朋友 是不是感觉我整个人回的会比较正对于球台 站位会比较平 但是 如果说 您发了球之后 你也不可能总之有反手 你最起码 你得让对手顾忌于搓你的反手 你既有反手 也能够有侧身 有正手 对手他搓球才会胆小 那如果说你想发了球之后 不管是冷不丁的 我忽然今天就想拉他一个了 如果说想用正手侧身去拉 大家看看我的脚下的还原 好不好 我把镜头再过来一点啊 大家你们去看好 我这个脚底下是怎么还原的 从这个位置 好吧 大家看好我的脚底下 如果说是正手的 大家你们看看我的脚下还原 跟反手去拉有区别吗 如果说我要用反手去拉 如果我要用正手去拉 对不起 尴尬 大家有没有发现 我如果用反手去拉 或者用正手拉的时候 跟我的还原是完全不一样的 如果想反手为的球 想用反手去棋板 反手去处理 我发了球之后 我的人身位回的一定会很偏正 如果说我想用正手去抢弓 或者用正手去处理球 那我发了球一定要怎么办呢 你看我的还原会怎么样 还原一半就够了 为什么 因为你要提前准备好侧身位 那如果说你全还原正了 如果球来了 你再现侧身 把腰背断它都侧不开 所以说大家要记住 侧身提前侧才叫侧身 临时侧 它不叫侧身 所以说大家 你们要打发球抢弓的时候 既然对手可能 他不具备摆短能力 一搓大部分都是长的 如果可以棋板 你先要在发球的时候想好 你就想清楚一件事 对手这个球 大部分你看 我如果发他一个反手下去 大部分他都会搓我的反手长 对不对 那你就想好这个球 反手位的位置 你到底是用反手去处理 还是想用正手去处理 那你对于不同的处理方式 一定就涉及到脚底下 不同的还原大小 如果用反手去处理 无论你发了球 就算去搓了也好 还是拉了也好 想用反手 整个人回正一点 如果说发了球 想用正手去处理 那你怎么办呢 就不要全回正 回到半正 微侧的状态 就可以 因为你要提前准备 和预判侧身位 如果等你人回来了之后 再发现在侧身位 再想侧 那你不就白跑了 对手一看你没回正 直接就给你正手了 这个孩儿他爸这个球友 怎么我感觉你每次老动不动 老在直播间蹭我的 朋友们 你觉得 你觉得朋友们 为什么 我 我要先保护侧身呢 好不好 为什么 我就先问问大家吧 如果大家都知道 我就不跟他去解答了 没意思 我就问问大家 如果说发了球 你想去侧身 你想用正手 我就给大家两种选择 一种是叫铺正手 一种是叫侧身 你觉得铺的快 还是侧的快 我问哪 你觉得铺快 还是侧快 对 因为有铺正手的能力 孩儿他爸 听明白了吗 好不好 亲爱的孩儿他爸 所以说 因为正手有铺的能力 铺有个步法 叫交叉步 它能够有超 比较大范围的跑动 但是侧身 它的范围 其实就那么大 明白了吗 朋友们 所以说侧身是球来挤着在 所以说侧身更难测 侧身的有幅度 更加的有限 所以说 一个是侧身更难受 一个是铺正手 你觉得要保护哪个 肯定要先去 钉侧身了 明白了吗 肯定要先抱侧身位 因为正手是具备铺的 我从这里来 你现在我就直接站成这个样 你给我发一个 你给我去发一个正手 大家你们去看看 能不能铺的过来 不能总测吧 是不是偶尔测 效果才好 你问一下马林呗 好不好 来 那我 或者你问问马龙也行 是不是 所以说的 你看 我站在这里 我站在这里 现在已经差不多快出了镜头外了 来 你先直接发我正手 sorry sorry 我的腰刚好 能铺得到吗 能铺得到吗 学伙伴 你等我回来 来 发 能铺得到吗 能铺得到 来 朋友们 但是我站这来 你发我侧身来 我能测得开吗 还是他爸懂了吗 业余选手 有几个能铺的兄弟 不是我总说 你有什么资格说 我把他拉黑了吧 好不好 好吧 我就把他 这位球友 他说不是他总说我 他一直在批评我 还是他爸 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 我处理了 好不好 给孩子做一个好的榜样吧 要不然 你以后孩子会经常说一句话 千万别跟我那个爹一样 对不对 对吧 或者说实在不行 让你以后 你给孩子练侧身 就是站在正手 练侧身 拉 朋友们 祝他健康成长 好不好 还是他爸太难了 好吧 对 他可能是对于业余都觉得就是不会打球就要业余 其实业余球友很多人是具备于这个能力 对吧 他可能是井底之蛙 他有点低估咱们直播间的球友了 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要知道我讲的内容不是偏入门的东西 是偏进阶的 如果说纯入门或者刚开始打球的听我讲的东西 他容易听不懂 我讲的再明白他都听不懂 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讲什么 为什么 他没有经历过 大家有水平 你经历过这个问题 你会发现 哦 原来讲的正好是大家所需要的地方 所以说你们能听懂 明白吗 扑鼻挤中一顿 当然的 我有点自负 来吧 你敢发言我就来呗 看你嘴快还是我手快了 对不对 所以说呢 不跟他们计较 所以说要先去钉侧身 后去不正手 那回到主题 那大家发球的时候 既然我觉得你去发了一板对手 反手位的下雪 那你既然发了一板对手 反手位的下雪 人家大概率去搓 那你一定要具备这个 你人家搓到你反手 到底要用正手 还是反手去抢攻 那你就要做到什么呢 不同的还原步伐 才能做出提前的准备 抢攻是发球后 衔接抢攻 发球是主动的 所以说对于你下一板的抢攻 你一定要具备一定的预判能力 而不是说球来了 现琢磨 球来了现调节 没有这种 所以说主动就主动在 发球是我自己说了算 对手怎么接 他大概率得听我的 我总不能发他个反手下雪短 他上来调我吧 不可能 但没出台 他也不至于拉我吧 也不可能 那我既然发了他个反手下雪短 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直接去搓一板 劈个长 那我们是不是就能够提前去 预判下一板的 怎么去抢攻的一个设计 是不是 那我们这样 设计 你想去怎么拉 想去怎么打 是不是要建立在一个正确的步伐 那步伐是不是既要牵扯到 发球后的还原 和下一板的移动 是不是都要去考虑好 你这样考虑好了 是不是你的发球和抢攻 才能算得上是一种叫套路 有套路的感觉 而并非是球来了 临时做反应 没有提前准备的感觉 这种抢攻就是无效抢攻 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好不好 对 明白了吗 朋友们 好 大家能够理解的 咱弹幕上666扣一波 所以说呢 咱们直播间整体素质会比较高 但是呢 大家都知道 在一个世界当中 什么是吧 偶尔有这种人都很正常 特别是在小孙做了四五年的直播之后 一开始我遇到这种人会很生气 我恨不得想抽他两个大嘴巴子 但是呢 现在觉得 哎呀 这帮人真的挺好玩 为什么呢 因为他还仅现在自己的世界当中 看到比他之外的更精彩的世界 或者超出于他的讲解 他认为都是错误的 因为在他们的世界里 他们觉得自己才是唯一正确的 对不对 朋友们 你说大力这种人干啥呀 这不浪费时间吗 对不对 当然 是啊 所以说咱们做好自己 我讲好我的 大家觉得你们能够理解 能有收获就可以了 好不好 朋友们 时间长了 说不定会成为真粉 朋友 他可不是粉笔墨 吹吹他还是粉 黑粉永远是黑粉 我不具备这个能力 好不好 因为呢 他会打乱整体的直播节奏 是吧 大家可能觉得 哎呀 什么黑粉化为真爱粉 觉得好大的一种格局 但是呢 站在小孙的立场上 是吧 你没有经历过 我现在面对一千多位球友 我既要把握直播节奏 直播思路 大家的互动 我的讲解 我的示范 我的嘴 我的脑子 少停一下都不行 所以说大家不知道 我现在给你做个直播 有多大的技术含量 很多球 你也可以试一试 面对一千位球友 现在让你拿着拍子 去给大家示范的时候 是一种多么大的心理压力 好不好 朋友们 好不好 不容易的 好吧 不扯单了 没有意思 对不对 因为跟他们杠 是永远杠不过他们 好不好 所以说呢 大家就是 打球要有思路 其实大家有的时候 现在就是什么呢 把发球发准 把抢攻抢准 这样的话 你会增加对于这个 发球抢攻等等一些球的理解了 其实你慢慢脑子里就会算球 你脑子里会算球了 其实一些线路的算计 包括一些旋转套路的算计 你慢慢就有了 但是还是有个建议 大家有的时候很喜欢一些套路 教你个几个套路 但是我告诉大家 所有的套路 建立在步伐的基本功 和你动作的基本功 和你的手感的基本功 如果当你没有一个还不错的基本功 当成一个铺垫 你如果说光去学套路的话 只是一个空壳 你没有把它落地实践的 你不可能去落地 明白吗 朋友们 你不可能去落地 所以说建议大家还是要把平常的功夫 咱们刚刚就去表 我发了球知道怎么抢攻 怎么步伐做好 把我平常正翻手拉球做好 把平常一些搓拉打之间的 当球有位置变化 球有旋转变化的时候 咱们把判断练好 把不同的来球 需要做出的调节练好 在调节的过程下 我的手上能够保证不变形 这个就是基本功 你这个东西做不到 你很难去应对比赛当中一些乱七八糟的球 明白吗 你脚步会乱 判断会乱 你的动作也会乱 还是说脚踏实地一步一步的 好不好 咱们就脚踏实地多去练练基本功 没坏处的 所以说大家乒乓球 它不可能一口气吃成一个胖子 需要一步一步来 好不好 所以说大家还是多提升提升 命中率 稳准狠 大家先去练稳和准 把狠放在最后一位 就像技科当时有一次在直播当中也说过 我也听到了 旋转是乒乓球最大的魅力 你谁转你谁厉害 最难的是旋转 它不是靠的是力量和速度 你的稳定 是靠的你有好的摩擦 你能够上台 你好的质量也是因为你拉的转 对手不好防 是不是 那如果说你只会 拉球就会这一种 见了球 当一下 当一下 偶尔打上一个或许很厉害 十个打不上俩 我觉得意义不大 是不是 对 所以说慢慢来吧 好不好 一步一个脚印 朋友们都得踏踏实实来 你看到的任何一位高水平运动员 就这种什么正手三点拉 反手正手这种不定点 定点的百速训练 真的不知道几成 十万百万千万上亿格的训练 才有了今天 不是说我打两拍子 或者说就像刚刚那几个哥们 孩的爹 对吧 发发言 动动嘴 敲敲键盘就行 可不是这人 越来越被顶 越来越后退 那是因为你手上动作越来越大 你如果说能够保证脚下的还原 和手上持续的放松 你就不会被顶 好不好 OK 这个就是刚刚给大家讲解的内容 然后呢 我也在这个技术上面 给予大家一些建议 当然呢 我也问问大家 咱们在座的球友 有没有说您现在的乒乓球的打球基础 包括你可能打球的正儿八经接触乒乓球的时间 还基本上可能在一年或者一年以下 或者说你可能平常是打过几年 但都是随便玩玩的 有没有 有的扣个一 老弟推荐个鞋 鞋子的话 在等会儿小黄车里边有 你们也可以去拍 里边有 好不好 那OK 那我也算是站在半个器材的角度上 给予大家建议 当然我的建议不是说一定建议你们去买我推荐的器材 而是要知道大家选器材 先要把器材当中的稳定 器材当中的容错率和适当的弹性 当成你的选择器材的保障 一个出发点 当然呢 我的推荐 在我有限的能力下 我会向大家去简单介绍小孙手里拿的这个 这个是咱们国货友谊729的球盘 它是一款729的七层纯木底板 当然可以看到了 这个是729的黑弹漆 黑弹的面材 那这块底板 推荐的原因在于哪些 首先第一个 黑弹七层纯木 纯木底板 七层底板 它能有更好的一个力量的支撑和保障 第二个 纯木底板 对于手感的控制 手感的积累 它能够更加的迅速 你能够做到手上有感觉 手上触球有感觉 那是因为说明什么了 你的球在你板子上 无论是摩擦 包括撞击停留的时间会更长 你的手才会对于击球的感觉有体会 这就叫手感 明白吗 所以说呢 这个底板纯木 很适合于一球 对于正翻手拉 搓 攻 对于手感的把握 克弗 把你那个手机给我拿过来 然后我们再去说下一个 这个底板呢 它也是黑弹木 黑弹木的特点是什么呢 出球的速度比较快 因为它比较硬朗 那这样的话 既能够满足很多球的稳定 也能够给球友带来更好的省力感 也有一定的弹性 但是这个黑弹器跟斯蒂卡黑弹器有点不一样的是什么 斯蒂卡的黑弹器啊 它是有种什么感觉呢 很硬 很刚硬 跟个铁板一样 有点打不动 但是这个黑弹器呢 相对于更加的柔和 它能够带来的是弹性 但是不是那种很刚硬的弹 不是那种不受控制的弹 是业余球能够觉得在稳的基础上 能够提升机球的质量 适当的能够省力的弹 那这块拍子给大家做出的活动是这样的 如果你们有需要的 大家要知道黑弹器 它不仅是一个能够满足入门出街的球盘 也是一个能够满足中阶进阶高阶的拍子 因为纯木给你带来了手感 任何水平都需要手感的保障 这个它不仅是入门的纯木 像那种只有稳定只练练手感 它还有更好的出球的速度弹性 机球质量的保障 那这个拍子给大家带来的活动是这样 有需要的 这款底板 大家人呢 来先过来一下 这个底板 大家如果说想去买黑弹木的底板 我建议大家要去选择大品牌 你们不要去选那种小厂小作坊的 小厂小作坊的有一个什么问题呢 这个木头特别容易造假 很严重 叫科技木 靠颜料染成 它不是真正的黑弹 你们可以去选择斯迪卡的黑弹器 唯一的有点不好处 就是稍微有点小贵 有多贵呢 大家你们去购买的话 它的单光版的价格 斯迪卡的黑弹器大概要在1598块钱 官网价 如果大家你们可能在某些人那里买 你买买可能11001200也能买得着 但是你们有需要的 同样是国货729大品牌的黑弹器 活动是这样 来镜头近一点 这个牌子 在这个基础上 我再给每个球友729官方送两张套胶 正手和反手都均为729品牌年性的大师套胶 正手黑色黏性 接近于狂飙39度 反手红色黏性 接近于狂飙37度 两张套胶不用灌油 不用灌胶 包括729套胶 它是第一个研发黏性的品牌 旋转好 摩擦好 耐用度高 两张胶皮呢 给大家 并且不用灌油灌胶 弹性也好 更好的体会到发力 海绵又不会那么刚硬 贴上去和底板更加的相匹配 底板加胶皮 我帮你们粘好 在这个基础上 再给每个球友赠送两张胶皮的年性保护膜 加两条拍子的保护边 好不好 然后呢 再给每位球友加一个打磨新拍子的砂纸打磨棒 你们有需要的 刚刚也看到了 你们要大品牌1598 你们要咱们729国字号大品牌 底板 两张胶皮帮你粘好 加两张护膜 两条护边 打磨棒 一整套 胶皮我帮你们粘好 有需要的 现在下单 现场贴 给大家改价 199块钱 底板 两张胶皮 互编互磨 打磨棒 胶皮我帮你们粘好 明天包邮发货 好不好 明天给大家包邮发货 小黄车 一号链接 199 底板 带胶皮 全套 我告诉大家 199 你们现在去买个红双喜的四星成品牌的不一定都有这么便宜 你们去搭配一个普通入门的银河U2也不一定那么便宜 在所有大品牌或者美品牌下你能够找到任何黑探器的底板 这个底板我觉得应该是你能买到最便宜的 像网红 底板 有些某世界冠军也是 都是采用的科技木 卖给大家365 360 大家抢的一包子进 还觉得减了多大的便宜 但是我觉得你跟大品牌相比 跟更好更直接的做工用料 跟都是大厂之间大同小异的做工和成本 这一套199 是不是性价比更高 难道他会 有的时候给你送的一五小商品市场9块9一个10块钱一个的双肩包吗 或者运动大包吗 朋友们 不会 我不想这么做 因为那样没有意义 因为我觉得现在给大家做活动就要拿出一定的诚意 我觉得现当今的社会下 大家去购买一个专业的大品牌的黑盘木的 七层纯木的底板 这种能够满足中高阶的纯木底板 既能够满足出界的手感的控制 又能满足高阶对于出球速度弹性质量的保障 还要保证一整套大品牌的售后品控品质的保障 我觉得底板还要连带胶皮 还要帮你粘好一整套 还要给您报优发货 做到200块钱以内 你往上刷几个直播间 或者再往下划几个直播间 有一个算一个 您给我找一个去 您给我找一个 现在卖牌子都是给你去黑盘木 199 200块以内 不做任何杂牌子 都是729 官方大品牌 底板胶皮全套729 那我觉得这一套的性价比非常高 好不好 一个成品牌 一个纯入门板子都不到的价格 请问现在我给大家200块钱 你们能够买到什么 好像有时候逛来逛去 还是买个红双喜三星吧 三星牌 一个成品牌 对不对 最多搭个银河U2 那银河U2比较重 再加上呢 只是练练摩擦 发力也 底下也一般 没有什么太好的支撑力 速度更是一般中的 更一般 没太有什么速度 只是作为一个入门的过渡 接着后币 你还得接着赶紧换拍子 那我为什么大家 你们技能满足 出街入门进去 你为什么不去选择这一套 199 我还得帮你全站好 说一下重量 横拍重量 光板90克 带胶皮大概188克左右 直拍光板85克 86克 带上胶皮大概185克左右 你们也可以听听声音 你们现在下单 现在就给你们贴 可以吧 包括我自己的拍子 贴好胶皮的声音 这是我自己 今天给大家讲课用的 你们听听击球的声音 整体的通透度 底劲 包括对于球的控制 摩擦 旋转 吃球 手感的训练 那我觉得真的是做到 快归快 弹归弹 但是摩擦手感 心中有数 手上有数 我觉得 在200块钱以内 这一整套的性价比 真的 非常非常高 已经不是非常高了 叫非常非常非常高 需要的 小黄车一号连接 你们自己去拍就好了 拍下之后 明天给你们发货 先给大家说好 今天晚上 比中午我时间会长一点 但是呢 该说不说 话讲前面 我只能沾20个拍子 因为每一只底板 板我得给你们挑 底板正面一遍 反面一遍 无机胶水 我给你们刷好 胶皮 正手两遍 反手两遍 我又得给你刷好 一个拍子 挑了底板 还要在里刷 共计六遍胶水 我再给你粘贴好 再给你切割好 我沾一个拍子 咱少说是10分钟 算快了吧 10分钟一个 我沾20个呢 学友们 20个的话200分钟 满打满算 差不多要 两个半小时 到三个小时 但是小孙平常 除了直播之外 我有很多的训练课要带 我有很多的学生要管 所以说 我每天花两个多小时的时间 帮大家粘好拍子 也是我尽心尽力 能够抽出的所有的时间 如果像之前有一次 我卖了几十只 一百只 沾到那种凌晨四五点 这种事 我反正这辈子不想经历第二次 好不好 反正你们有需要的 拍好 我帮你们粘 20个 不管横直 我帮你们粘好 咱们细水长流 今天就20个 你没买到就没买到 我多了一个都不会卖 为什么 因为我要做到明天发货 那我就需要做到 最迟 明天中午之前 我得把你们今天晚上买的拍子 所有的都得粘完 今天晚上得加点班 明天我还得早起一会儿 要不然的话 我上哪给大家粘完去 也粘不完 并且我也可以很负责人告诉大家 729做这个宣传活动 都是为了做宣传跑量 在我的直播间 这个拍子我也很负责人告诉大家 729官方给我的提升 这个拍子我们只给我 我一个拍子只能拿到13块多 14块钱不到 朋友们 是吧 也让小村稍微赚一点 赚你个15块钱没问题吧 然后呢 我还要帮大家去刷好粘好 它浇水关系 还是我得自己买 邮费官方出 那所以说我觉得 你就当时给小村的一个辛苦费都可以吧 因为毕竟这个拍子做的是199啊 我告诉大家 这个底板跟斯利卡黑弹7的成本 是大同小异的 它的做工用料各个方面 大致基本是 可以说是90%的基本是一致 但是我告诉大家 如果说现在你们去买黑弹 任何系列全都是1000多块钱 那黑弹7 斯利卡不就卖了1000多吗 那你觉得这一块底板还要带胶皮 199块钱贵不贵 你觉得不贵 你正好需要你就拍 你觉得贵或者不需要 咱就当看个乐子 好不好 反正呢 你们拍我帮你们粘好 明天给你们发货 说句难听点 你现在出去 你开个车去 或者打个车 让别人给你沾个拍子 你好像来回邮费 也得十块八块 对不对 好吧 那我现在任务开始干活 我的任务就是沾拍子 包括再加上 我给大家 这个镜头帮我拉一下 我给大家做的 是咱们国货友谊729 大品牌的拍子 我并没有说去拿着自己的资源 流量 人气 去找一些小作坊 没有品质 没有品控 只有说那种很低的成本 在那种情况下 给大家去弄 这种事我没干 我可以做便宜 但是呢大品牌大家要知道 只要是大品牌 它就没有说成本 特别便宜的东西 但是没办法 我需要的是口碑 我需要的是 大家能够再次的回购 和持续口碑的积累 而不是说买一个 大家就说什么 小春个大片子 我不想看到的是这种情况 好不好 因为咱们做的是一个 长久的事 不是短暂的收割 你们需要的这些拍 我要想收割大家 这个拍子 我卖你299 或者让官方卖399 我觉得也不贵 人家没有任何品牌 那种小作坊加工的 假黑台幕都敢卖你350 360 正好八经大品牌 卖你380 390 有什么问题吗 也没问题啊 你想想是不是 199 你有一个逮一个 你看看有没有 直拍反面 默认情况下 就是全都贴满的 我现在准备粘拍子了 朋友们 然后199 我再给大家确认一下 一支729的黑弹漆的光板 两张729的大师套胶 正手黑色粘性 反手红色粘性 正手相当于红霜洗狂标的 接近于39度 38.5到39之间 反手红色 等于红霜洗狂标的37度 免贯油 免贯胶的 粘性好的 内能海绵 帮您粘好 粘好之后 还有两条护鞭 两张护膜 一根打磨 新球拍的打磨棒 这些东西 咱们加在一起 一共一整套 199块钱 给您贴好胶皮 给您包邮发货 好吧 很多球 不太会说小东西在这坑 为什么呢 有一句话说的挺好 坑人也得有点利润空间吧 坑人也得有点利润吧 对不对 我对真的 朋友们 你说我坑大家10块钱 我为什么 我这10块钱 我发一盆多球 我可能10块钱就来了 你说我在这卖个拍子 我涂啥 弄个不好 又得售后 又得差评 又得M 对不对 因为你说我涂啥 我多带一间学生的小课 我发盆多球 10块不就来了 你说我为什么需要用这种方式 如果说我真要赚钱 真要为了去赚 翻倍的钱 我不会让官方 我们一起卖199 朋友们 199 你现在看看是什么概念 红双写的三星拍都快卖200块钱了 胶皮没有 胶皮没有啦 球友们 胶皮没有啦 反面没有生胶 好不好 需要的球友们 咱们小黄车1号链接 你们抓紧时间拍 拍好之后 我帮大家直接去 粘好 对 也不是说那个 为了图便宜 当然大家钱都不是大风刮来的 能少花点 当然也是没问题 但是我觉得 199 便宜 但是同时大家能够得到更好的保障 和根据大家自身的实际情况 你的手感的积累 你需要的底板稳定 且具有更好弹性的这种手感 它能够同时做到 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 再占它便宜 所以说好 而不是单纯是为了便宜 而便宜 好不好 反正你们需要的自己拍 我现在的任务 就是给大家去粘拍 纯木的 纯木的 八十八是一对 两个腿上的 这个OK 来 我现在开始帮大家 把这个拍子去粘好 底板和胶皮是小分开拨前 刷好胶挑好的 我现在的任务 就是帮大家去粘好 我现在给大家默认情况 挑选的重量 全都是黄金重量 适中的重量 没有说一定很轻或者很重的 那如果说你们说要很轻或者很重的 我得现挑 如果说大家你们觉得适中就行 不用说很重也不用说很轻 正好就紧 那现在就是开拨前提前给大家挑的 就是这个重量 好不好 底板是一遍无击胶水 胶皮是两遍无击胶水 都是帮大家全粘好做好 包括我给你们粘好 大家看看粘好的效果怎么样 拍的直板看小村站没问题 来咱们接着帮大家去贴好做好 直拍不多 但是我给大家说好 这一批我们729官方给小村寄过来的直拍 并没有很多 真的并没有很多 7层7层 如果说你们想要这个直拍的话 我现在贴的这个小黄车1号链接 199底板带胶皮全贴好一整套 需要的抓紧时间 每一个拍好的 我都会全帮大家粘好和做好 然后呢明天给大家包邮发货 我现在看一下订单 我现在看一下这个大家拍到的这个订单情况 我看看别卖超了 现在好像已经订单就有17个订单了 好像 现在好像就有17个订单了 我来确认一下 要不然朋友们 我今天晚上我可真的不想通宵粘拍子 上次经历过一次 太刺激了 来咱们现在再把这个拍子粘好 满手交皮 接着切割好 来 468的没有了 卖完了 就拍的直板 粘不完 今天晚上肯定粘不来 来大家你们去看一看 这是刚刚给大家粘好的一块横拍 你们可以先去看一眼 现在刚刚粘好横拍的状态 贴好之后的效果 切割侧面的整齐度 平整度 包括来咱们贴好之后的声音 大家你们感受一下 可以吧 来咱们现在再去把这个拍子 大家你们去看 我再给你颠颠球 你们再感受一下 我再给你们打两个 大家听一听 它的支撑力 它的底劲 包括出球的声音 效果 大家也能听一听 大家自己感受 声音 底劲 效果 有没有问题 没问题 OK吗 199 再加上互编互膜 全新的 明天给你打包发货 OK 来 拿去 咱们现在再去粘 第二个朋友们 这个 这一面帮我刷一下 这面好像忘刷了 来 咱们现在再去粘一下 第二个 还是横拍 这个直拍 大家稍等一下 啊